路透社分享 NBA大陆赛今天在上海举行 由达拉斯独行侠出战费城76人 本场比赛不仅吸引了不少大陆名人观赛 其中已是大陆篮球协会主席的姚明 与另外两大长城巴特尔与王志志也现身球场 其中曾效力过独行侠的王志志更准 背了一把吉他赠与前队友诺维茨基Dirk Noisby 表达双方间的友好NBA大陆赛 今年分别在上海与深圳 由独行侠与76人进行两场比赛 其中今天的上海赛 独行侠虽然包括新加入的中锋乔丹 D.Andre Jordan 与前锋巴恩斯 Harrison Bones 为随队出征 诺维茨基与大陆球星丁燕宇航也未登场 但仍排出史密斯 Dennis Smith Jr 搭配唐希奇 Luka Doncic 的先发后场 成为本场比赛一大焦点 史密斯在比赛首截也抢进风投 首截未打完就已经投进三棵三分球 拿下15分 不过76人安彼得 Joel Embiade 也在禁区肆虐 加上替补上阵的瑞迪克 J.J.Ribdike 也展现火烫手感 让两队鼻鼠持续拉锯 在第三节暂停时刻 曾效力过独行侠的王志志更惊喜登场 并送给赠送给前队友诺维茨基一把吉他 让热爱音乐的诺维茨基在场边就弹了起来 不过下半场76人靠住安彼得与瑞迪克的持续连线 逐渐拉大领先差距 最终76人就以120比114抢下上海赛胜利 76人今天以瑞迪克单场石头石重 其中包括奇科三分球 拿下28分表现最佳 在大陆有高人气的安彼得则有22分 10篮板进账 西蒙斯则有9分 10助攻 9篮板的准带3元进账 独行侠史密斯则是拿下23分 4助攻 唐希奇11分 6篮板 5筒 2雪糮板